欢迎大家收看澳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黑客攻击的报道增加 中国被确定为主要罪魁祸首 印度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对南非半决赛前的板球世界杯焦点讨论 我们可以让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变得更富有 同时节省数十亿奥远 现在修复第三阶段的税收减免还不算太晚 在英国电子烟是一项巨大的生意 安德里亚 马内亚谈到以色列袭击医院 所涉及的法律复杂性 请大家收看 黑客攻击的报道增加 中国被确定为主要罪魁祸首 澳洲ABC 澳大利亚数字间谍机构 澳大利亚信号局ASD 发布了过去财年的网络威胁报告 将中国指认为对澳大利亚公司和关键基础设施 进行严重黑客攻击的主要肇事者 报告显示 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数量保持稳定 超过1100起 但对联邦政府机构或关键基础设施的严重攻击 导致敏感数据泄露的事件 从两起增加到五起 ASD还强调了食品和杂货行业 未来面临的网络攻击的脆弱性 印度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对南非半决赛前的板球世界杯焦点讨论 美联社 随着板球世界杯进入半决赛阶段 几个故事线主导着比赛 印度的维拉特 科里因其出色的表现被比作利昂内尔 梅西 推动印度朝着另一个世界杯冠军的目标前进 新西兰希望在失去2019年决赛后寻求救赎 而南非则希望打破他们的掖着的标签 澳大利亚的大卫 华纳正在告别板球 他希望以高水平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并在50超过的比赛中第二次成为世界冠军 我们可以让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变得更富有 同时节省数十亿澳元 现在修复第三阶段的税收减免还不算太晚 澳洲ABC 澳大利亚政府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 是优先支持经济困难的公民 还是遵守竞选承诺 该国家庭预算已经缩减 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下降 澳洲储备银行警告说 按揭贷款占家庭收入的比例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此外 政府取消了圣诞节前的税款退还 这意味着许多普通收入者将变得更加困难 预计从7月开始实施的第三阶段减税计划 将不成比例的汇集高收入者 而典型的全职工人只能获得1000美元的减免 而要放弃1500美元的抵免 澳大利亚研究所提出了一个替代计划 该计划将为年收入低于12万美元的人 提供更多减免 并增加失业救济金 该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将节省700亿美元 并使每个收入低于13.2万美元的纳税人受益 政府必须决定是遵守承诺 还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 来支持陷入困境的澳大利亚人 在英国 电子烟是一项巨大的生意 经济学人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英国吸电子烟的人数 近年来增长了近三分之一 预计到2020年代中期将超过吸烟者的人数 2021年 这个行业价值28亿英镑34亿美元 支持近18000个就业岗位 然而 预计将于12月结束的政府咨询 被担心会导致监管加强 这次咨询 预计将解决一次性设备的使用增加 以及对未成年人吸电子烟的担忧 该行业呼吁实施类似于酒类销售的许可制度 并对违规行为自动罚款 安德里亚 马内亚谈到以色列袭击医院所涉及的法律复杂性 经济学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 导致许多医院和救护车受损 物资短缺导致加沙的医疗系统被描述为无法挽回的地步 武装冲突法LOAC坚持认为 打击行动必须在实现敌人投降的军事必要性 和人道主义考虑减少破坏和人员伤亡之间取得平衡 LOAC将医院和救护车视为特殊的尊重和保护对象 但这种保护可能会因为三个条件而丧失 医疗基础设施被用于对敌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敌方部队发出有效警告 警告被无视 以色列国防军IDF表示 哈马斯一直在滥用救护车和医院进行军事目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受保护的地位 这还要求以色列警告哈马斯战士停止滥用设施 并允许伤病人的疏散 以色列被指责未能始终遵守警告对方行动的义务 富有和有权势的人们就有争议的14年合同 与Racing NSW老板展开争斗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赛马权力经纪人约翰·梅萨拉 呼吁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克里斯 民司推翻延长新南威尔士州赛马协会主席 拉塞尔·鲍尔丁的合同的决定 这项提议将使鲍尔丁的任期达到前所未有的14年 引发了对允许此举所需的新法律的担忧 此外 这项延长还将使鲍尔丁的任期超过州级法定机构的最长10年限制 梅萨拉是新南威尔士州赛马协会和澳大利亚赛马协会的前主席 他认为这项提议违反了法定任期限制 并表示现有董事会需要新鲜血液 澳大利亚赛马行业对此问题意见不一 一些人赞扬鲍尔丁的工作 而其他人对动物福利 赛道基础设施投资 以及教育和培训方面的透明度不足感到沮丧 梅萨拉还对新南威尔士州赛马协会的资金分配表示担忧 特别是对在悉尼增加新赛事奖金的关注 滥用数百万高级间谍的秘密报告痛斥内政部 悉尼先驱晨报 前间谍首长丹尼斯·比查森进行了一项机密调查 批评了澳大利亚内政部对数亿纳税人资金 在离岸寻求庇护者处理系统中的管理 这份尚未公开发布的审查报告 调查的内政部与承包商如帕拉丁和布里斯班公司Construct的合作方式 这些承包商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来运营澳大利亚的离岸处理系统 根据官方消息 报告得出结论称 内政部内部的严重失误导致了与涉嫌存在可疑商业交易 或外国官员关系的承包商的合作 报告还批评内政部未能对一些承包商进行充分的禁止调查 并未与其他机构如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共享信息 帕拉丁公司曾获得5.3亿澳元4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 来运营马努斯岛居留中心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原因是有指控称该公司向与禁止摩托车帮派有关系的商人 以及巴布亚新吉内亚的涉嫌腐败官员进行了可疑支付 它的人口只有一万一千人 但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这个岛国现在是一个太平洋巨人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最近与图瓦卢达成的协议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表明澳大利亚致力于与邻国的合作 这项被称为法勒匹利联盟协议的协议承诺 帮助图瓦卢抵御不断上升的海平面 并提供安全保障 作为回报 澳大利亚获得了否决图瓦卢 与其他国家达成的任何未来安全安排的权利 这项协议被视为澳大利亚外交上的一大收获 也是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的再次确认 为了巩固其影响力 澳大利亚必须继续与邻国建立伙伴关系 而不是父权式的关系 新南威尔士州公共服务中最不幸的地方 悉尼先驱晨报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布了其年度人事关系员工调查 调查显示 该州公共部门员工正面临着高度的倦怠和不满 调查发现 公共检查官办公室的幸福指数 仅为百分之三十四 百分之六十的员工报告称感到倦怠 此外 不到三分之一的员工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工作 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员工相信 该机构会采取行动来应对调查结果 火山剧情提醒我们 自然仍然掌控着一切 金融时报 冰岛政府已下令撤离格林达为客阵 因为附近的一座火山即将爆发 过去三周 该国经历了一系列地震 卫星图像显示 地面正在改变形状 冰岛位于北美和欧亚板块之间的接缝线上 使其成为一个地震和火山热点 最新的地震活动 发生在南部雷克亚内斯半岛下方 该地区是该国的国际机场和旅游景点蓝湖所在地 联合加油站一主 获得可观利润 悉尼先驱晨报 诺尔本克罗伊登北部的一家加油站 以778万澳元 58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为卖方带来了22%的利润 这座位于4270平方米土地上的 联合克罗伊登北部加油站 于2018年 以636万澳元购得 该物业租给联合石油公司 租期为16年 年租金为39万澳元 随着无法实现购房梦 CE世代开始将资金投入股票 悉尼先驱晨报 越来越多的CE世代投资者进入股市 得益于新的交易平台 提供的益于理解的交易选项和便利性 这些年轻投资者受社交媒体和ESG因素的影响很大 他们在ETF和加密货币中 持有相当大比例的投资组合 然而金融行业的老手们警告说 研究和考虑与每项投资相关的风险是必不可少的 年轻投资者被敦促要花时间 不要根据社交媒体的趋势冲动投资 我们拥有足够的才华 俱乐部老板对橄榄球突袭 NRL的薪资减免持谨慎态度 悉尼先驱晨暴 国家橄榄球联盟 NRL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阿卜多坚称 跨界才能抢夺的100万澳元薪资上限减免 可以在整个比赛中公平管理 NRL打算针对来自其他途径的球员 包括南非和阿根廷的橄榄球 以及美国大学和NFL系统 拟役的模式将涉及将一部分合同排除在薪资上限之外 然而多个俱乐部首席执行官 对可能设计的参数表示质疑 并表示应该关注对发展中的青少年 提供薪资上限减免 决赛和半决赛的残酷性 印度的猛攻可能会让世界杯梦碎 悉尼先驱晨暴 印度的板球队承受着赢得T20世界杯的压力 前澳大利亚队长阿伦芬奇表示 对印度的期望是他们会赢得这个世界杯 然而新西兰在之前的高风险比赛中 两次击败了印度 最近一次是在世界测试锦标赛决赛中 印度的关键球员包括队长罗西特 夏尔玛 他接近一个里程碑式的里程碑 以及维拉特 科利 他正在追逐他的第50个ODI100% 新西兰的队长汤姆 拉瑟姆在抛硬币时将发挥关键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 在孟买的旺克赫德体育场先打的球队具有显著优势 珀斯的黑天鹅追踪者获得重要摄影奖 悉尼先驱晨报 在第六届澳大利亚鸟类摄影奖中 两张珀斯鸟类的照片获得了奖项 Veronica McPhail拍摄的南珀斯滨海的黑天鹅 获得了鸟类在景观中的奖项 而Jason Moore的白脸鹿 则获得了澳大利亚红泛平原 摄影鸟类的特别主题奖项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参赛作品 获奖者将分享价值数千澳元的奖金 通过参赛费筹集的资金 将用于支持澳大利亚鸟类保护工作 抵押囚徒本应获得一项逃生计划 发生了什么事? 悉尼先驱晨报 尽管房价上涨和贷款规则更新 澳大利亚家庭仍然很难转向更实惠的抵押贷款利率 由于无法满足银行评估贷款的要求 负资产或低资产等各种因素 房主无法进行再融资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估计 如果现金利率上升到4.6% 将有20%的自住房业主无法进行再融资 这将使约50万个抵押贷款客户 被困在现有的贷款机构 一些贷款机构已经降低了部分在融资申请的压力测试 但这个选择是有限的 世界橄榄球协会将对世界杯裁判员遭受的滥用行为 采取行动 英国每日电讯 世界橄榄球联合会已采取行动 将极端网络辱骂裁判的粉丝的证据档案 交给执法机构和政府机构 该管理机构在最近在法国举行的世界杯期间 发现了大约200起事件 涉及7个不同的国家 世界橄榄球联合会聘请了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公司Signify Group的帮助 以找到采取行动对抗网络仇恨言论和虐待的新方法 研究结果凸显了对比赛官员的明确批评和整个体育界和社会的网络仇恨的日益增长趋势 莱森被红牛解雇了 他的接替者将成为他们29个赛季中的第20位教练 美联社 特洛伊 莱森被解雇了 他是纽约红牛队历史上的第20位主教练 该队已经有29个赛季了 莱森在5月接手时 球队排名垫底 但他成功带领球队进入了季后赛 球队的体育总监丹尼斯 哈姆莱特也离开了组织 纽约红牛队从未赢得过MLS冠军 F1最大的兄弟也做衣服 认识Enchanting 华尔街日报 丹尼尔 李卡多是一位亲切可爱的澳大利亚一级方程试赛车手 他推出了一家名为Enchanted服装品牌 这个度假时尚品牌的服装不受运动装的影响 也不提到李卡多的日常工作 李卡多与纽约的The Loyalist合作 后者开发和支持由名人经营的品牌 负责产品开发旅行和客户服务 李卡多在品牌中的参与意味意味着低调 尽管他在Instagram上为品牌拍摄了服装模特照 品牌也以Enchanted by Daniel Ricciardo命名 下一季的系列灵感来自1980年代的滑雪装备 包括语用夹克和帽子 Enchanted自2019年推出以来一直引力 并计划扩大零售活动和批发合作伙伴关系 英格兰队长乔斯 巴特勒发誓要从世界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英国独立报 乔斯 巴特勒对英格兰在世界杯中表现不佳 表示失望和沮丧 英格兰在前七场比赛中输掉了六场 未能达到赛前的期望 巴特勒个人表现不佳 他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发誓从中吸取教训 预计英格兰队将进行重组 许多年长的球员 将被排除在下个月的西印度群岛 ODI巡回赛之外 巴特勒得到了总监罗布 基和主教练马修 莫特的支持 并表示他打算监督重建 并将最近的事件作为未来的动力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各种新闻 从黑客攻击到板球世界杯 再到政府决策和自然灾害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新闻的深层次分析 首先 我们有关于黑客攻击的报道 根据澳大利亚数字间谍机构的报告 中国被指认为 对澳大利亚进行严重黑客攻击的主要肇事者 这并不奇怪 因为中国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网络攻击的重要来源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将责任归咎于一个国家 网络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需要全球协作来解决 我们应该加强网络防御 同时加强国际合作 以共同对抗黑客攻击 接下来是板球世界杯的焦点讨论 印度的维拉特 科里和新西兰的大卫 华纳成为了比赛中的关键人物 印度队被寄予厚望 希望赢得世界杯冠军 然而 新西兰和南非都希望打破他们的掖着的标签 板球世界杯总是充满了激烈的对抗和令人兴奋的时刻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澳大利亚 政府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 是支持经济困难的公民还是遵守竞选承诺 第三阶段的税收减免计划引发了争议 因为它被认为对高收入者更有利 而对低收入者的帮助有限 澳大利亚政府必须权衡各种因素 以找到一个公平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以支持陷入困境的澳大利亚人 此外 英国的电子烟市场也受到了关注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电子烟 这个行业的价值也在不断增长 然而 政府的监管加强可能会对电子烟行业产生影响 我们必须确保电子烟的使用 不会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 并制定相应的监管政策 最后 我们谈到了以色列袭击医院的法律复杂性 澳大利亚赛马协会的权力斗争 以及澳大利亚家庭面临的财务困境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权力 法律和公共利益的平衡 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以确保公正和公平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都可以通过电邮 都可以通过电邮